来看到苗栗县政府警察局获得了内政部的补助 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 针对县内有容易造势的路口 包含像是头粪、苗栗市竹南、院里公管箱等 供实处的路口来增设 得注意咯 现在不只是围庭 包含像是为理让行人闯红灯还有超速等等都会取缔 预计9月底就会建制完成启用 苗栗市中正围攻路口是县内一教室路口之一 未来包含这里 以及县内其他9处路口都将增多功能科技执法 因为获行政院当前重要政策 获得补助将近3200余万元 预计在本县10大路口装置科技执法系统设备 那这10个路口的话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形态 所以你们挑选进来 10大路口选择的部分是以一维归一教室路段为主 苗栗县警局分析县内一教室路口 10处增设点 头份是有5处 其中3路口和中央路交汇 苗栗市中正围攻 以及攻进信仪街口 公管台六苗26线路口 另外竹南院里都各一路口 民众给注意 不只围停超速闯红灯都会取缔 民众如果说要穿越道路的话 如果说车辆会一规定来离让行人的话 我们也会做科技执法 再就是有关闯红灯跟超热的部分 也一并会同时来做实施 藉由说一个路口多功能的执法太一样 能够取缔不一样的违规行为 反而就是造成一种无形的警力在现场 希望能够来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预计九月底建置 完成启用 多了约束 民众行车交通规则一定摆第一 保障安全也收好荷包 谢谢大家